大問題就是現在香港 現在看到香港那些 大概都是這些人做事 最嚴重的是新居高位都是這些人 所以我明白為什麼 江文偉最近 說他自己打工 昨天出來打工 最近轉了工 大家都知道他現在做馬會的大公關 做對外事務助理經理 你做對外事務的好心理 我覺得他有些低能 他裡面說什麼 開給大家聽一下 你做公關的 你說很遠看人面色 糟了我現在開不了 再撈一下 先聽他說什麼 這條不是片來的 這條不是片來的 好像明明是有的 有條片的 在這裏 很難 很辛苦 所以只要看人面色 哈哈哈哈 我喜歡的 因為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很希望可以 和運動員沒有不同 我都好 但是我會覺得我一輩子 都覺得自己會是運動人 我不會再自己去前面 他又說很辛苦 要看人面色 網友都在說 最重要是看張家朗的表情 麻煩你 原來廣州男是潘儒 我都真的 一向都是潘儒 你看人面色 你做公關就是要看人面色 現在你說看人面色很辛苦 什麼叫公關 大哥 什麼叫公關 你明不明白什麼叫公關 公關就是要打交道 就是要看人面色 就好像 即使不是真的做公關 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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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看客人面识很辛苦呢 其实两样东西都不应该说 首先如果你说做公关 你说看人面识很辛苦就很不专业 是基础来的 基础来的 你是很公主脾气 其实你做的公关 是多过人照顾你 Charles Lin说得对 应该是 他一个月起码要四五万元 跟他拿精英运动员差不多 但更重要的是他坐在这个位置 你看到他拍照都已经告诉你 他中间隔了的经理是可以不用听 直接听谭志源讲话的话 也就是说他是有机会升的 如果你连那小小面识都看不到 就很难支持 即使说他自己 他对上那一句就直属 是谭志源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谭志源就给你面识看 不过我是谭志源 我都应该给他面识 因为他真的很低能 如果这样说的话 是吧 接着最后又戴上头盔 就说什么 哎呀但我也很开心 辛苦但又开心 因为学到很多东西 是吧 你可能立陀地加比 我觉得 内幕马祭 知道不少 那你就要做得很有技巧 就这样删掉那些贴士 就是内幕马祭 那当然 你做那个位置 你不给别人 那你怎样 人家怎样值得跟你说话 是吧 很喜欢新工作 因为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 和做运动员的性质是很不同 那当然是不同 但是为什么让你做这个公关呢 是因为你有做公关的天分 还是你自己根本上 你有奥运金牌的光环呢 我一早都说 奥运金牌的光环很快消源 尤其是你不再是奥运 不是再是运动员之后 那个已经成为你的过去 除非你保持住 四年之后 34岁 都仍然会拿过奥运金牌 那你就很厉害了 但是 去到那个34岁 你的身体状态 还是不是那么顶峰呢 另一个故事 我是不喜欢他 其实他一样东西就是 你现在知道你是公关 其实还在推出一种 一些港女那种 扮低B的那种 然后又有少少痴迷筋 有些港女也是 喜欢说话 却是痴迷筋 那样显示自己很可爱 很天真无邪 但实际你个人小到爆 那些大陆就有一个绿茶表 那些叫虚伪 但是我又觉得 他又未至于这么邪恶 那种 即是古龙的那种 林仙怡 表面上叫的的 实际上是在西裏爆 是不是呢 但是我未听过 有这样的传言 我也未 未听过 但是我觉得 真心低B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要特别这样说 说自己很辛苦 看人家面色 这些东西 他都做了几个月 是不是 就是做这个 由七月到现在 八月到现在 都已经是两个多月了 真的 他还很厉害 一样东西 如果你看他的Facebook 大哥 任何时间拍照 都不知道为什么奥运金牌不离身 是呀 随时可以在一个袋子抹出来 然后这样 找人拍照 很可爱的 你想想 麦明斯 当年他那张10A的 会考证书 还到处拿出来 找人拍照 你有什么感觉呢 李安纳道 特地加皮奥 就说他八婆 坦白说 我又觉得他未至于 坦白说 我不是觉得他很有机心 但是 我觉得 不是很有机心 但是有点嘔心 不是 他应该这么说 或者他父母就是 有钱到一个 怎么可以让他 专心地去做好一个运动员 他不需要 不需要懂得做人 所以其实不做得久 他做公关 他会好 真的他所说 他会很辛苦 因为 你在一个温室的环境下 专心做劍击 其实是两样东西 你对人 是很复杂的 他很厉害 他很厉害 很厉害 做运动员 他只能够很纯粹 做一样东西 可能他回去 他哪里读 他哪里毕业 史丹福 他可能回去 史丹福 可能会有成就 但他出来做人 就很难搞 尤其是中国人社会 华人社会 你香港人社会 其实那些办公室政治 或者小人政治 真的不太适合他 坦白说 当他自己的奥运 女神 这个所谓的光环 燒完之后 他就真的很难捱 其实是 我又觉得他是这样 但是 好了 另一样东西 就是说说哪个 就是说少少花边夜 心微 心微流落大阪 是不是 昨天到部 是不是 就说 差点七街睡 差点 就是 大阪呢 其实酒店算不少 那问题呢 就是说 他 为何到处去流浪 尤其在 这个 其实 你过去这个星期 你真的说 很多 是不是日本的旅游旺 现在其实是十月 除了香港 是因为有一个 一个重阳节的年假之外 应该不是其他国家的 或者 起码区内 不是一般国家 不是一般其他国家的 一个 就是一个旺季来的 是不是 就是因为香港 太多人出走 只是回大陆的 有150万 然后 另外 有150万 来日本 是不是 多那么多 香港人出走 是不是 但是 搞到现在大阪 租酒店 都很困难 那心美就说 日本都是三年休的 好像 三年休是什么意思 都是三年休吗 他什么日子三年休先 现在有一看红业 北海道是 日本中部 但是如果 我印象中 我去过京都 即是十一月的时候 大概 现在 未到京都红业的季节 应该是十一月先的 但是 我也不知道 起码 最多你就是日本人自己 国内游 三年 三年 你日本国内游 你都未至于 这么旺 成这样 就是我们 一般 如果是环球的旺季 或者区内的旺季 起码是圣诞节 才可以包到你 大城市 可以训不到酒店 十五号 海之日 10月14号 运动之日 不好意思 有网友说 长期时间 去飞田新地睡 那个你带着女朋友 那个是他老婆 带着他老婆 怎么去睡 其实是 但是他说 主要就是 他说 他透过一个中介网站 去订酒店 是上个星期六 是不是上个星期 是确认酒店的 他也收到email 是确认了的 但是突然间 他今天去的时候 不是就是他昨天去的时候 是吧 就突然间 就被通知 收到email 被通知取消了房间的订单 那他去到柜台才知道 又安排不了酒店给他 那很多人问 究竟是阿森美要求高 还是 那间中介重复 有几个问题 第一 第一 你是心头高 你是大明星 你普通酒店 不敢住 是不是 就是你然后 所以 你自己 找不到酒店 是你的问题 是不是 这个呢 就是阿大J的说法 大概是 那 另一个说法 就是 一个 中介的问题 是不是 多数人 都觉得是中介的问题 但就算不是中介的问题 另一件事也不矛盾 就是 酒店 日本酒店 是不是现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阪至少 是往成这样呢 不相信多的 就是 你想不相信 现在 十月 十月中 这个时间 是旺到你自己 周围 walk in 是阿森美 说 他周围找 找那些 情侣酒店 甚至乎 找网吧 都找不到 是不是会旺成这样呢 我又不觉得 是吧 应该都有些 膠囊酒店 给你睡吧 我猜而已 应该是 所以呢 阿大J那些 那些 出了个报告 是不是这个 夜妈妈在日本旅行 如果没有酒店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去情侣酒店 过夜 是吧 再不是的 其实 你就不住在日本 你就不住在大阪 你大阪市郊 都很多地方 应该可以给你睡的 应该 就这样 阿大J出了这个报告 就立刻被人串 就说 抽水不是问题 麻烦你做好功课 就是看下别人的报告 他就回答了 因为其实他自己 已经说 问过那些 就是love hotel 已经找过这些了 是吧 然后就被人串 说他说话很夸 是不是 又不做功课 是不是 就是 突然间 你见到 阿大J多了很多hater 为什么突然间 为什么多了这么多hater 什么事 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 他最近 都说 慢慢要淡出 这个YouTube市场 是不是 因为本身 已经有hater 没有跟开 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猜 就是 阿森美 就回答了你 其实根本上 他什么酒店都试过 然后呢 就说 最后 他在网上说完之后 有些朋友 有些不是很多联络的朋友 最后都帮他订酒店 所以 他最后 很粗 都租了一间 这样的酒店 阿Stanley 也说 三年休 是可以很夸张的 这么夸张 是吧 我真的不出奇 因为我记得 我去那时候是五年休 五年休 那时候颠到一个点是 我记得我去余刀工 余刀工市中心 就是 都叫我 以我的认知 可能比较冷满 对香港人来说 但是那里 市中心是完全没有地方睡的 我记得我去到那些 差不多 边皮到不边皮的地方 才找到酒店 是吧 回家不出奇 何况 余刀工都尚且如此 何况说这个大阪呢 但是他又说 未至于去到余刀工 他说隔壁内梁都找到的 但是内梁那些 要坐飞机去 当然不用了 内梁其实在隔壁 一个小时内 你坐火车 都能去到 那些什么JR 再不是自隔游的 其实你离开这个大阪 我经常都说 你去隔壁那些地方 应该都会找到 是吧 但是最后来 就是在这间酒店落脚 两个人住 这一间 就是最基层的酒店 甚至乎 如果今天 尤其是旺季 计算的话 这些这么小的酒店 可能分分钟都会 一千元一万 其实是 是不是 我印象中 差不多 那些差不多 那些 那些差不多一千元 那些 如果真的旺 那些要求不是很高 那如果最后 他住在这间 那我想不是 因为要求问题 是很准备 才能住到这些酒店 是吧 但是 最主要 一样东西应该是夜 夜 是吧 你太夜到 你到处才知道被人 cancel 那就拿手不成勢 是吧 那现在 然后呢 就是有很多 因为其实很多酒店 就是那些房子 就是不会这么晚 就空了出来 没有人要 那 而他那间 突然间被人 cancel 是被人抢了去 那他又不是直接 跟那间酒店落定的 那他是透过一些 第三方网站 有些人说A字头 呼之欲触 呼之欲触 就是Agoda 是吧 Agoda 我以前 阿土伯 他经常说正 他经常用了 都是Agoda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 还是这么正 但Anyway Agoda 这间店有什么事 也有很多 这个我真的不太清楚 也有很多网友 说今时今日 因为 你讲什么Agoda 也好 booking.com也好 他们 他们和酒店 是形成一个很大的竞争关系 的原因 很多网站 很多酒店 他们是宁愿 你上他们的官网 或者facebook 那里订 好过去 那些Agoda booking.com 那里 嗯嗯 十年前 已经在讲的 或者Google 也可以 Google 也有 是啊 又说什么 有些英国媒体 我看到有些说 大型的网上酒店 那些订房网站 好像booking.com 那些 嗯 有些英国传媒说 原来 经过电脑网页 或者手机APP 订房 相同的搜索条件之下 两者可以差 25% 52% 原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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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电脑版 和手机APP 订房 嗯 就是 原来是 可以 出入可以很大 Agoda 也有类似问题 有 人家海鲜价 一向都 是 经不同的入口 经不同的入口 去搜寻 同一个酒店的 价钱不同之余 会员订房价格 也都交非会员是贵 这样也可以 不是吧 其实 那个海鲜价 可以是很夸张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 如果你真的想 订房价 其实你 Google 入面 Google 大家很多时候 都应该是 去Google Map 然后 在他们的官网 可能更好些 是吧 或者 其实我 现在你订酒店 嗯 我不知道 不知道日本是不是 就是 Airbnb 应该都是便宜一点 很好 是的 但是日本 我不知道 至少我在台湾 我用Airbnb 就很便宜 就是两三个水 就可以一晚 我就是 我就是 今个暑假 我七月那时候去 就是两三个水 住一晚 我计日本的Airbnb 我就计一万日圆 但一万日圆 我是可以住一间屋 是吗 是的 一万日圆 即是一千元左右 一万日圆 不是 一万日圆 你算到尽 五六个水 五六十算 是的 喂 很划算 你当然了 你回到 但是 我订的那里的代价 就是 你鐵路不通 是 你要开车才去到 所以 那些就是 你自驾游 那里省下 可以在 Airbnb 那里省下 那些地方 是 可能check in 它是between 即是 2至4点 是吧 嗯 那它说 晚上才到 晚上才下机 就是 我不知道 晚上下机 其实很不便宜 你起碼第一天 你就浪费了 那可能你坐廉航 就撞正 这些 比较 camp的时间 可能 他真的去得很急 才是这样 嗯 那些网友 现在都在 报料 官网订是最好的 booking 或者agoda 早订反而很贵 因为他们 要mark up discount 去给VIP 哦 OK 如果这样算的话 都是Airbnb 稳定一点 嗯 Airbnb 它最多都是 就是 日本的Airbnb 它不是酒店 就是民宿 建民宿 是的 自己顾自己的 我说有个屋 人家真的给屋 就有个厨房 有个干净的厕所 洗衣机 就是这么多 就是一间普通的屋 Airbnb 但是多数都有厨房 有厨房 有厨房 就可以自己煮食 或者你在那些超市 你买一些pizza 如果有烤炉的话最好 你可以去烤 大问题 如果你说香港人 尤其是东京大阪 去两三天的话 给你一个地方去超市 买个pizza 回来烤 你不肯的 那就是 去日本就是要吃 是的 跟我们欧洲 去欧洲就不同了 去欧洲就是最重要 你最重要 你B&B 最重要是有个厨房 嗯 因为你出街吃 很难吃到好东西 除非你去意大利 西班牙 你去欧洲旅行 其实不是要吃的 所以最好有厨房 日本你反过来 你随便找个地质站附近的 那些食街 中华街 不是 一辣过 你只数街都很正 除非你真的好 八点半打后 人家收了一半 还有现在 那些很难搞 你出街吃拉面 分分钟比香港更便宜 嗯 所以其实一定是出街吃到饱 DLAM都说 Airbnb 会到尾尾 cancel你的booking 那我自己也没试过 好彩地 真的很不好彩才是这样 嗯 其实很大人害怕 如果到尾尾才被cancel 我也没试过 就是touchwood 就是无论是那些 booking.com Airbnb 都没试过 booking.com 我反而试过 试过 先试一下 一百年 那时候去乌枝别克 嗯 乌枝别克的人 跟你抢 不是 没有人跟我抢 那么疯 是啊 真的 confirm了之后 走过去 反而人家 就是叫你 千万不要按过confirm 你敢confirm制 你敢confirm制 没有 然后看到我好像还没按 然后说 你快快cancel我booking 就是这样 为什么 啊 酒店 不想 不想 booking.com charge他 哦 ok 你只是用他的平台 是 confirm 你们有个deal 就是这样 但是呢 去到last moment的时候 就轎起他 是吧 就飞起他 哇 那麽糟糕 我觉得 这些法治中国家 每个都是这样玩的 哦 ok 然后就过桥抽板 是吧 那都make sense ok 好了 回到来 我们就讲完这些东西之后 日本酒店 很多官网最搞笑 是不问你信用卡组 以我所知不是 每个人都问定 是吧 ok 旅游就是这样 我真是猜不到 原来十月中 都竟然是日本旺季 不过这个是刚刚好夹正 就是这个三年休 三年休 所以呢 你就要和日本当地人抢 未来十一月都有个三年休 就是反过来 就是 我见到很多不同吃玩买的网站 都已经是列了日本2024年和2025年的假期 反而鼓励大家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十二月 就是我们 讲那个圣诞节假期去才是好的 起码日本人的十二月 有圣诞节 但问题是他们的圣诞节是不放假的